最上面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刚刚选取的一定要选到栏位名称 最左蓝不一样 所以顶端列打勾就好,按一个确定 确定完之后 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名称给定义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名称管理员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会把所有这些栏位的通通定义好了 那刚刚好像有一些不应该删,不过没有关系 乱掉的部分再重加一下,我们把它Ctrl Z Ctrl Z回来一下 那我们删的话,我看就不要把那个不需要删的 像这个分配 分配股数 这个总发行股数,业绩 业绩也有 税率表 这个不要删,然后配股数量表 分配盈余 应该就删这几个 这几个,他要哪个不能删 应该就这几个,OK,然后把它删除 这样的话 OK,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也是一样,再来定义名 就是从选举范围建立,底端列 OK,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马上帮你把 所有栏,通通都建一个 建一个 定义名称 会非常快速 OK,这里的话我想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也很方便 因为常常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那怕说将来你们不知道,就每一个每个慢慢重新定义 会太浪费时间 OK,这个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来看我们这个上课用书的那个第2章 因为 第1章 其实算是比较基本的 我想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第2章 期待说的 这些比较